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云顶天宫进行修缮 而最后也只是当作万奴王的灵墓来修建的 那么东夏国在这个地下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东夏人躲避了蒙古人的屠杀 保存了有生力量 但是却没有复国 万奴王带到地底世界的几十万的军民都去了哪里 其实当年的东夏国在迁入云顶天宫的地下世界之前 已经在地下世界里修建了许多据点 甚至还修建了一座城池 但是很明显这些据点和城池 还是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人 于是为了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 他们派出了军队 开始对地下世界的未知区域进行大规模的探索 然而也正因为他们的冒进 惊动了生活在地底的恐怖生物 从后文中 阿宁拍到的东夏国遗留下来的壁画里 刻画的情节可以看出 当年东夏国的军队在探索这些未知区域的时候 遭到了从石头里爬出来的无数恶鬼的袭击 侥幸逃出的军队随后又遭到了大量人面鸟的袭击 使他们损失惨重 这种石头里爬出来的恶鬼 其实就是后文广西八奶 张家古楼里出现的蜜骆驼 而人面鸟其实在西王母国也出现过 他们甚至成了西王母国的图腾 很显然 东夏国的军队是无法与这些蜜骆驼和人面鸟进行对抗的 而且时不时的 人面鸟还会袭击东夏国的据点和城池 将他们的国人抓走 由于人面鸟喜欢将猎物挂在高高的树上 所以后来无邪一行人在云顶天宫的探索中 发现在人面鸟巢附近的大铁链子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东夏人的尸体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些东夏人在元朝统治期间 基本就一直生活在条件极为艰苦的地底世界 不仅如此 他们还要与人面鸟和密洛陀这样的怪物进行生存的抗争 而这些人面鸟一直都将这些东夏人当成食物 无时无刻袭击着东夏国的子民 虽然最后东夏人还是顽强地守住了自己占领的地下区域 但是这种长期残酷的斗争 使得东夏国的人口一直无法恢复 甚至越来越少 以至于第十四代万奴王为给自己修建云顶天宫 已经是拼进了整个东夏国的最后一丝的国力 就在万奴王躺进 九龙台师官的那一刻 他残余的子民就离开了地底世界 东夏国也彻底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 这就是东夏国灭亡的秘密 好了 有喜欢盗墓笔记的小伙伴们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和素质三连机 各位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